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欢迎收看经典.tv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每一期的一个经典书在里面的推荐书 对经典来讲都是一件大事情 我们会跟所有房间出版的一种列 我们都希望能过目一切 从中挑起一本 我们觉得可以代表经典杂志 在这一期的推荐的一个书籍 这一期所推荐的书 不是过去常有的一个作者 自己辛苦来撰写或来拍摄它 这本书的品质 跟这本书的一个企图 超过了一般独自的一个 作者能做的一个书 原来是一个出版社 自己尝试来出的一本书 当下的一个出版业的一个市场上 非常不景气的时候 有人逆势而为 勇于尝试 是今年选他来当书 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谈这本书 有两位作者来到我们现场 第二是我们那个行动文化的 周一正周总编辑 周总编辑你好 总监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周一正 新人文化实验室 内容发展部总编辑 清华大学社会所 参与出版品层获 2015中时开券 美好生活书奖 第39届金顶奖 非文学图书奖 第38届金顶奖 年度图书奖 非文学图书类奖等荣誉 请教企划 我们的华玉芳 玉芳你好 总监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华玉芳 新人文化实验室 内容发展部行销企划 曾任澳美广告业务执行 矽谷游戏行销专员 台湾高铁行销企划 参与出版品 曾获2015中时开券 美好生活书奖 台湾早期有着圣诞灯泡王国的称号 全胜时期 苗树竹南有上北间的玻璃工厂 全年无休地开工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 玻璃产业被自动化取代 工厂外移或官场 日渐是为 新人文化实验室 费时数月采访制作 找到全台仅存的八卦窑玻璃厂 深入工作现场 贴身采访一群年资数十年的老师傅 倒进半世纪产业发展的故事 出版透明的记忆 感受日常玻璃的温度一书 呈现传统玻璃业职人一生的执念 同时采访创新设计品牌 再续产业多样发展可能 展现玻璃独特迷神样貌 实际上是不容易 对 我想我们自己都在出版市场上来讲 这几年明显的在整个的销售量 或阅读力的整个的衰退 是不真的事实 因为大家已经被其他的那种 很快的自媒体所吸引了 但是以行人这样来讲的话 出版这样有点点是复古怀旧的 但是要花很大的能力跟资本的投入 来出一本市场上 不见得可以卖几千本的书 我们先问一下 这样子的起经冬念在哪里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 你会发现排行榜上都是国外的书 几乎全都是 然后挖掘台湾内容的其实很少 然后我一直希望 也许过去只是没人做 我们能不能把台湾的一些东西 用很棒的方式呈现出来 然后说不定出版会 大家会给他一个机会 我是抱着这样有一点点幻想的 去做你知道吗 这个幻想去出了几本的 从上一次得奖的那个活字 那活字之前我们做一本活字 然后后来我们也做了一本捕鱼的 台湾各种捕鱼的技法 然后也还做一本台湾艺文杂志的介绍 就是那时候也是觉得说 台湾很多杂志其实不输给日本的 可是大家都注意日本杂志 不注意台湾 所以我们就特别为这六本台湾杂志 做了一本书的 所以拍摄撰写都相对来对 都是你们社内自己的员工 会特别去请的人来做这样 很专业的书籍的出版 所以你自己有盘算过吧 这样做到底是老板很 老板愿意支持吗 我们出版社的优点就是因为 钱一直没有赚太多 所以可以一直尝试新的做一些改变 其实我们的老板都非常支持 而且他也鼓励这样的精神 是 这也是我一直觉得 实际上在台湾这块 这样做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真的是投入的薪水 跟所获得的 在实际上的金钱上的报酬 是不成比例的 但是又觉得说 这一点蛮可爱的 我记得我今天在这吉林奖 颁奖天室 我记得讲 说实际上这个就是最开心的事情 我们在找知识的申请 若不找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传承这样子的一个 很痛苦的美好经验 我们这样来讲的时候 总是不由得 出出不同的一个奇兵出来 所以我想依证能观察到 台湾的现场的一个 现在出的书 好的书 所谓的排行榜的书 都是国外的小说 国外的那个非常实用的书 但是在国内的书 我们自己的作者 我们自己的本土的书写 或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上的 创意上的义来讲 这几年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我们卖的书量不够 没有办法足够的版税来支持 这些让作者来投入更多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方式上 你们决定打破现状 该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做它 对 没错 我来问一下 为什么玻璃有吸引出 你的兴趣出来 我们当初其实有一段时间 想的是说 有哪些东西是塑造我们 可能是我们长大的环境 或者我父母那一代的 然后又在资料上找到 台湾曾经是玻璃的输出大 曾经全世界 耶诞节都是台湾照亮的 是 是 对 然后我们就很惊讶 然后那时候就问说 几乎没有人知道台湾还有人在做玻璃 是 我想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 台湾从全世界最厉害的玻璃大国 变到几乎没有人知道台湾有生产玻璃 我就想把这一段历史记忆抓出来 把我父母亲的生活场景 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大家拿着杯子喝酒干杯 在每个场景都会出现的 那个记忆把他追起来 对 我那时候是报纸上的心情的 是 那实际上 经过这二十年来的这个行业的集体外移 对 但是总是有少数感坚持在钢位上面 这个少数的坚持在钢位上 你就变成人家是采集的最重要的对象 那这些也是看尽了那个玻璃行业的一个兴衰 但实际上人在存下来 有他们特殊的记忆 还有我们特殊的情感 是不是 我看你里面在从每个阶段的过程 跟里面的制造过程之间 里面做了很多的着墨 还好我们现在是在网路时代 是 我们就用各种网路工具到处去找 然后收到很多很多的 大部分都会打掉电话 已经知道他们已经卸业了 是 对 然后辗转才发现一两家还存在的 是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冲去竹南 然后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发现 一进去那个工厂里面 一个巨大的炉子在烧 那对我们来讲的经验都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是 可能又记载这个产业的一个没落 但是又看到这些 里面很多的这些都是像跨汇 然后这些熟火的这些 都已经变成年纪很大的人了 那还有一些曾经 你还谈到说曾经到中国去投资的 到之后再回来的 整个的一个产业 好像不应该就跟你所讲的 曾经最大的之后到现在 就已经开始逐渐凋零了 以后我们的玻璃可能都要从外面买 这个角度之间 对一个出版人来的一个角度上面 你尝试要告诉读者 有什么东西我们希望你们可以 大家可以来起来关心的吗 自己觉得就是说 台湾的有些产业 从极盛慢慢衰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是大量产业都外援 然后剩下一些小厂的时候 他们的这些反而是最适合台湾 现在兴起的设计文创 是 现在如果我是一个玻璃设计师 我想要做一个杯子 我自己研发的杯子 我可能去找大厂 大厂也做到20万 30万个 反而是这个病单已经不够了 然后他们急着想要接收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生意的时候 他们很愿意为你做一个特殊的杯子 为你去改流程 所以这些小厂能够生产几百个的小厂 反而是一些新文创的机会 也是台湾文创的机会 我们刚才也在聊天一下 想说实际上台湾的玻璃行业的衰退 主要是工资上的一个不一样 但是你要有机会大家想将台湾人 最喜欢去日本去陪到小村看看 他们那边整个都在卖玻璃 那价格也很高 但是日本的工资就会比我们高很多 所以这个细阳产业的一个默默之间 你反而又看到一个真正的光芒在 然后一个亮点在 就是说有没有办法让过去的大量 开始变成小额美 对 没错 但这个小额美之间也是里面 正在谈你会做到很多附录 包括很棒的玻璃工厂 这些很棒的玻璃达人 也跟观众朋友做个说明一下 这些东西在玻璃行业里面 在全世界里面到底是如何的 我们其实在做这样的说的时候 除了记忆 除了把大家带到过去之外 也希望说让大家知道 台湾有哪些新的年轻的公司 在继续用这些传统的工艺 来做出新产品 就是说这些过去能不能有未来 能不能有一个未来 所以我们在后面部分都说 他们现在以什么样新的方式存活着 把这一段介绍给大家 而且我们把所有的玻璃厂的联络方式 全部都留给大家 如果有一个设计师有兴趣 他们拿起电话去问一下报价 其实一个可能很棒的产品 就这样诞生了 现在在这种新的媒体环境里面 要把这本书告诉大家 我们很努力地出了一本书 希望大家有兴趣来看一看 你们有什么新的尝试方法 让潜在的读者能被告知到 他们又要不要来 今年比较一个特别的尝试是 过去我们出了这些 进入台湾产业的书 那其实我们书出完之后 常常在读者的分享会上 都会问说 你们做完这本书 你们改变的是什么 譬如他们就问说 你们改变了火字什么 你们改变了台湾杂志什么 然后我们会发现 我们回答不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带着这样子的 算遗憾 反正就是一种挣扎 就会觉得说 那这次我们想要真的改变什么 所以我们这一次有一个 比较尝试的新的计划 就是我们做一个木质案 新的产业代旧的产业 我们去挖掘现在新的需求 比如说木质就是 促成第一笔的顶站 那其实我们最大的目的 是希望这个木质 让大家看到 台湾还可以做杯子 虽然说这件事情 它不见得直接回归 帮助数的销售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 这个产业可以继续下去的话 那我觉得那更好了 就是 是功德一件 是功德 不过玻璃有个好处 玻璃反正打破的时候 扫一扫过来 还重重烧起来 某方面是可以 不停地在利用的 所以有时候它也是一个 比现在的那个塑胶杯 或者是纸杯来讲 环保多了 对 环保非常非常地多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在鼓励使用玻璃杯 然后这支有创意的玻璃杯 好像是我们现在开始 致于让台湾的二点里面 开始大家应该可以来 思维的一件事情 在采访这个过程之间 我想你自己也跑了几趟 还有你的同能 也去做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想 邓和出一本书 它的内容要记载多少 从影像上的资料 跟文字上的资料 都是在总编辑之间 都还是要做一个规划 所以你们原本在一本 这个透明的记忆之间 你们尝试在设定之间 让看了你的书的时候 读者之后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在规划这一书的时候 其实总监非常清楚 那个我们的成本 要控制得非常严密 我们看第一个目的是 这是一个视觉式的入门书 它的大家看到 一定会被它的视觉所吸引 然后看到文字 就会对里面的人 里面的正在从事的事情 都能够了解这样 那因为经费的考量 所以我们都会切片式的 选择其中几位老师傅 然后请他讲述他的一生 他如何加入这一行 然后他在里面 受到了什么经验 然后有什么回忆这样子 然后我们希望就有这些师傅的故事 一方面回到那个时代 三十年前那个台湾 以前烟角木那个时代 然后从这里可以了解这个工艺 所以有它的作为 历史作为背景 以工艺的未来 作为它可能方向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读者 看到这个视觉很强的书 就能够感受到这些内容 这个戏读心有达到了 因为我连我自己都会看一下 这是真的还蛮专业的一个摄影 因为一般我每次看到其他仿生出来的 专业的做的带的 自己带的业人相机来补的 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总算是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尝试 但是对一般的读者 他们看到这本书 他们觉得怎么样 大部分的人都是被照片吸引 都是被照片吸引 然后不管是读者 或者是像我们会面对通路的采购 或是媒体 大家其实都对于里面的影像 都是非常的震撼 然后也印象深刻 因为这不是平常你看得到的东西 图像书的本身成本就比较高 在印刷上面比较高 所以这个瘦的价格就会比较高了 所以相对来讲 它就是一个两刃 你可能文字书两百多块 可以一进到图片的时候 你没有在四百块左右 基本上出版社没有任何利润 想用一个好的图像来吸引人 可是又会变成卖得不动 你们怎么会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上一个经验的时候 也许我真的是过于乐观的人 当初我们在做上一本活字的时候 这本玻璃的时候也找同一个设计师 同个设计正在休息了一年吧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新的计划 他就说 他其实上一次做我们的活字有点挫折 他觉得那么棒的内容 应该是大麦 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太多回应 所以这一次他就特别在提醒我们 就是说你在做这个玻璃的时候 也许前面要有一些轻的内容 就是美美的玻璃 被吸引一般的观众 不要里面全都是工厂 全都是老师傅 那个顾客群被就锁到很小这样子 对 但其实我们还是这样做 我觉得还是看不到吸引那些 你刚才讲的目的 他们直接那个很漂亮的角色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就有点 因为我说我们太过浪漫或幻想的部分 就觉得这么棒的内容 这么棒的故事 大家怎么不来看呢 是 对 所以我刚才在想就问一方 你本来以前的经历 就是这样广告公司 那很赚钱的公司里面的 你跑来这边非常 很不容易赚到钱的地方 来做这个事情 而且做了一个销售 这就是最难做的事情上面 在过去的行业对比 比方说在广告公司做AE 或者在哪边做这样的东西 来做这个行业里面 有很多的挫折老心 我想还是你看到说 很多的鞋 不穿鞋子的人很多 我们机会很大 我觉得可能我也过于乐观吧 就觉得其实在这里 做会很踏实是 是真的这是好的内容 我觉得其实前面在做的时候 都会只有想说 你要找到最好的内容 就是你要找遍所有的工厂 我再决定我要放谁什么的 最后的销售 的确都会让人家挫折 可是好的内容它一直放着 可能某个时间点 它会再被拿出来看 对 那我觉得可能 而且现在其实也是一个 内容的时代 我们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会尝试说 它可能在网络上 用不同的方式去跟读者沟通 像可能在网络上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 反正是幕后的照片 对 像我们有一些可能是 摄影师其实很幸福 他是拍在玻璃碎片上面拍照 这种东西 反正会可能引起年轻人 来关注这件事情 其实在前面采访的时候 我们做了很多其他的素材 包括现在网络上很流行 用一些GIF档说故事 我们就去拍连续画面 然后做成GIF档 去介绍技法 那就是用这种方式 在网络上做另外一种沟通 这样子 是 现在卖书真很辛苦 我永远觉得 但是出了一本书 等于是某方面把这个行业 如果说是一本很好的书的时候 大家对它可以开始了解 会吸引我 我是觉得说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照片 跟很好的文字的魅力 是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像这一本算是 我一直讲错名字 是透明的记忆 但是因为是有这个温度 所以你每次看到一个好的照片 就觉得我会感受到 那个八卦窑里面 现场的温度是多么的热 那这些冷售着 你们里面所讲 六七十度高温下面的一个行业 推出来就是冷冰冰的一个玻璃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 是充满了一个很多影像因素 还有一些故事 可以放在里面来做成一个 很好的一本书的出版品 但是可惜的是 好像那种书 实际上是对坊间来讲 大家不习惯去阅读它 那我想你们做一些尝试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 青姐已经做了二十年了 所以我们对你所经意的 很多事情上 我的心里都觉得 还是要跑一下 也许我们这样做 再次让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可以了解 但这个事情可以告诉大家 台湾有一些很好的事情在 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 老玻璃的师傅 都可以任何新的一个 年轻人的设计师 来做个有趣的结合 从那个小量的小额的 小量的小额的小数量 来做出来开模 这些都是可行的 我看你文章里面 也做了很多的一个描述 有关这样的可行性 是 没错 因为在这一次的时候 我们特别 几乎是每一个厂 我们都搞清楚它所有成本 所以现在任何一个设计师来 我们都可以把它的技法 价格 全部讲得一清二楚 有时候像我们育方他去那个厂 那个老板都叫他厂长 说他可以带大家去导览 他们都会说 以后我帮他们介绍生意 都可以让我抽成 是 搞到你们公司 可能这样子觉得 比出版书还赚得多一点 糟糕 大家都说两个一样辛苦 其实像有时候觉得就是 我自己也觉得很难过 因为刚才也是谈到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自己这么多年来 对自己本土的一个 所出来的产业 或者它实际上这个产业 可以把它历史的挥机 把它吹开 实际上里面是很棒的钻石 那这一块上面 我们都没有做个很好的转型 所以我一直也这么多年 我们再希望说 台湾的2.0的一个思维点 不是高低 而是加上了很多的因素上去 可是要把那些不对的东西 先把它吹开 就有关你们在做这本的 透明的记忆 就变成开始做这件事情 就去无了 把精华都存下来 那精华都存下来的时候 告诉人家这个产业是多么的神圣 因为玻璃杯的用法 我觉得里面还谈得很重要 我们先岔题来谈 谈到在过去的传统的中文化化里面 对玻璃不重视 它有很大的原因 没错 我允许可以跟观众朋友做个说明 其实这个是有点类似 那个叫做李约瑟难题 就李约瑟曾经提过 为什么活字是中国发明的 可是中国并没有去发光光大 反而是在古藤堡那边 是国字印刷 对 玻璃也有点类似 它在东西的发展上 非常的不对称 然后他们西方大本有一个说法是说 因为东方有几个东西无法取代 比方说陶瓷 陶瓷 陶瓷作为容器太好用了 而且中国 日本的技术都太好了 所以很难把它取代 然后另外罗马时代就已经有玻璃窗了 那中国就是纸窗用很开心 对 所以因为这几个因素 所以中国一直没有顾忌到这一块 我觉得历史很好玩就是这样 东方整个没有玻璃传统 可是台湾在五六零年代 变成全世界的玻璃窗 对 虽然是代工 可是全世界的玻璃都从我们这边出产了 所以我就会说如果他们有记忆 他们会梦到他的出生地是在台湾 是 所以你可以可能在很多的欧美的店里面 如果他们那个是老店里面 很多的玻璃杯是从台湾做的 对 那实际上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看 有些人在开始 大家年轻人吹起复古的风 所以有些我们过去所喝的那个比方说黑松汽水 或喝什么那个玻璃杯旁边 都有一些很可爱的一些很传统的 这个传统现在变成很珍贵的样子的一个 自制的花纹 这些也就变成有些像我家里 我太太就会买几个放在那边 实际上我会觉得那个就是很有趣 所以很有趣的时候就变成是 实际上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生命跟新的商机 所以是你们刚才在谈半天的 就是我们希望有些更多的一个设计师 来加入这样的东西 那实际上对那个疫症来讲的话 实际上类似这样的传统产业的时候 谈到这个玻璃 那你们应该还有一系列想要再往下 再去找吧 下一个你们想做什么 我们其实真的是走一步 然后走一步 对 然后因为有些这些东西是 我们去接触的时候才发现 它全台湾已剩下三四个了 对 然后甚至我们里面采访的那个 它其实这个月就在休息了 因为订单不足 所以他们就先熄火 等订单凑多一点的时候再开始 其实我们一旦知道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才会更明确说 我们要赶快把这个记录下来 对 所以有一些这样的因素 还有我们当初一开始在打电话的时候 其实有些玻璃厂甚至说 你们不要来报 报了之后年轻人万一误会 以为这个还不错 跑来 就害他误了一声 那不是很不好吗 是 对 所以我们在这种过程中 其实有遇到很多实际病去应对的 看到这个快要结束了 那我们赶快就确定赶快把它做出来 所以其实每一年的计划 对 都是要到最后一刻才确定 像我们杂志也是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杂志的字数跟它的篇幅量 不能这么大 我不可能一本杂志都在介绍一个 消失的产业 但是由这样子的书 几项的厚度跟这样的内容 虽然定价对我们来讲 这以我们自己成本来算 这也是算便宜的书了 但是也是要让读者有点了解说 很多的真正的紫媒的时候 可以让你感觉到 从这边可以体会到这个产业 你感觉到那个烧出来的玻璃的温度在哪里 你看到玻璃的透度在哪里 你会看到这些老先生们在历史上里面 做出了多少有趣的事情 他的一生 事实上好像这样子的玻璃行业 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出来 那个玉芳你有什么事情 要告诉电视界观众的朋友们 去哪边可以找到你们这本书吗 现在应该全台湾各大的 各下小同路都有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 究竟你家附近可能看到的 链锁出店 独立书店都好 或是你习惯网路购买都可以 就是去搜寻一下 是 所以也希望大家 这一期前面的观众朋友 有些书还是我们要具体形容来支持 透明的记忆里面 也许你可以回忆你的过去 同时我们有机会看到我们的未来 我们可以有机会在 新竹有一条很棒的玻璃街 也未尝不可能 谢谢我们的义战 谢谢我们的玉芳 欢迎下次同学今天 继续收看我们的 经典.tv 经典杂志九月号封面故事 人文风景蔡逸哲 游走海峡两岸的茶人蔡逸哲 不追求顾名钓鱼的名声 研究茶文化三十年 茶山宝玉才是新系的目标 人文风景蔡逸哲 人文风景蔡逸哲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